直接給大家看 國民黨的好感度剩下22.7 反感度63.0 這美麗小電子報名叫代替 說他在這邊二十幾年倒數第二高 倒數第二低 而且最低 所以國民黨還有更低過 22.07 就在誤差範圍內 15年來新低 你可以視為是最低的 你可以視為是最低 因為在誤差範圍之內 在朱立倫的領導下 國民黨終於探底了 那這個民調 其實要解讀 到底不是這樣解讀 我跟大家一個來解讀 因為第一件事 民進黨其實沒有那麼強 譬如說民進黨是好感是46.3 反感是41.4 其實是有討厭民進黨人存在的 可是問題是你看 這41.4 照理來說 以前兩黨大概41.4 就給國民黨 所以國民黨沒有承接這個民意 這是一個大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分區 臺北市的滿意度只有21.7 低過陶竹苗 低過中張頭 第一過雲家男 講完完蛋了 挫賽 真的嗎 這這樣 狀況是這樣的 我跟大家這樣分析 你臺北市照理來說 大本營 大本營應該民調要高 可是民進黨在臺北市也不高 我們發現有很多是不表態的 那不表態就是原本是支持國民黨的 那原本支持國民黨 發現說國民黨在這個領導下 好像就沒戰鬥力 說支持國民黨很丟臉對不對 沒面子 一個是沒面子 一個是覺得沒戰鬥力 就是恨鐵不承告 我也不想支持你 就像他們說法 就說很軟嘛 那蔣萬安市也很軟嘛 就是一些萊茵的 那個名嘴或萊茵的名代都有說 他覺得蔣萬安市有點戰鬥力不夠 會守成 可是就沒有他們想要那種衝勁等等 所以不表態就消失了 就是長得帥但是沒有魅力 帥也有魅力 但是沒有 沒有魅力 沒有政治魅力 沒有政治魅力 跟他談戀愛OK 應該很多可以 投票給他覺得好像沒有什麼爆發力 所以現在才會談到所謂藍白河的部分嘛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藍白河 現在看起來是整個都是國民黨的一廂情願啊 民眾黨沒有跟你合嘛 你講到藍白河的時候 柯文哲跟黃山山都是冷言以對 這份有做民眾黨的好感度嗎 這份沒有做民眾黨 可是這邊這份 國民黨跟民進黨加起來 不表態率有三成左右 那民眾黨應該會在這三成裡面吃個一成 到一成五左右 大概可以這樣推估 跟一般我們現在看民眾 大概拿十五趴上下 是蠻接近的 所以呢 對於民眾黨來說 你看哦 民眾黨十五趴 好那黃山山再弱再弱 拿個七趴八趴 對賈王來說很傷 賈王他他他他敢說 我一定贏陳時中或林佳龍或誰 超過七趴八趴嗎 就一對一的時候 如果他不敢這樣講的話 多一個民眾黨出來 黃山山出來拿掉七趴八趴 腳上就落選了嘛 所以趙紹康那麼驚的人 他也覺得要藍白河嘛對不對 趙紹康就是出張嘴 我公開建議 我公開建議 你農曆年初五上班之後呢 朱立倫就委任趙紹康為這個藍白河 不是藍白河協調小組的這個總召 你那麼厲害 你去協調看看嘛 藍白河是要吐息次出來的 我們談判嘛 give and take嘛 對不對 你只要take黃山山的向上人頭嘛 對不對 那你要give什麼東西出去 那就是直接利益哦 松山信義區要不要讓個一兩席給民眾黨 士林北投的議員要不要讓一兩席給民眾黨 你們戰鬥懶得要不要讓 松山信義徐曉星嘛對不對 是不是 戰鬥懶要讓啊 對啊 戴文山李柏義嘛對不對 這就他們讓嘛 馬上翻臉嘛對不對 所以說這是沒有合作的基礎 就是give and take嘛 那你要give什麼出去嘛 對不對 所以這些事情 現在國民黨的問題就是 在於是黨中央很軟弱沒有錯 但是旁邊講出鬼點子的聲音特別大聲 那一副的鬼點子也不靠譜 然後就覺得說你黨中央沒有把這個鬼點子搞定 就是你黨中央無能 好沒辦法處理 對不對 張宰康也一副那個樣子嘛 欸那真的很好做的耶 很好做嘛 可是問題是張宰康又不是政治評論員 出鬼點子我的工作關他什麼事 那現在一半是政治評論員 一半是爭取國民黨 2024年總統大位的候選人 以及 來因派系統 對吧他直接就說戰鬥人要挺蔣萬安 他講出這種話就是以派系統自居嘛 那你要有協調能力啊 你不能只出張嘴啊 所以一樣嘛 就是朱立倫你就委任 今天你這樣給他說到底 說破了朱立倫會比較欣賞你耶 你又點到他的難處耶 我當然嘛 我這很公正的啦 不會因為他國民黨 我就不幫他講話 他會恨你 因為你竟然叫他去跟柯文哲touch 趙少康會恨我嗎 因為你要證明你是可以帶領台灣的 所以你照這個民調來分析 公投的票在台北市 所有的藍軍已經開到緊繃 是不是這樣 有公投票在藍營的基本盤 在台北應該已經開到緊繃了 但是如果在參考這個民調的話 民進黨在台北市不是沒有機會 有機會 台北市民進黨在台北市的支持度 有四成三耶 那這個表示說 你只要能夠拉出一個人選 這個人選是可以讓民進黨支持的 基本可以接受人選的話 他目前是四成三 所以說民進黨在台北市 當然有機會 但是民進黨全國支持度是四成六 所以說還是稍微低一點 略低 那在中南部有到五成 五成七等等的 當然沒有錯 可是台北市 但是絕對民進黨看起來是有機會的